一代华语歌手李文的藏领衣 2023年7月31号上午在香港 Coco Lee's funeral is held in July 31st Hong Kong time and morning at Hong Kong 这是葬礼的现场 在当天的葬礼上大约有一千多人出席 有众多的明星送了花群 包括刘德华等 李文的大姐 夫和大姐以及二姐出席了这三战 这是他们三人在战略上 Coco Lee's elder sister and the second sister is in the funeral 这两位傅令内奔委将 to show the memory for the Coco Lee 葬礼之后 八个傅令的好友 傅令送往这个火葬 Coco Lee's memory funeral he held by his close friend and to the funeral included his sister and his sister's husband 当林旧被移除葬礼现场时 群场出现了哭声 众多的朋友 以及他的哥李文的粉丝 都悲痛得失声痛苦 李文以2023年7月2号出现问题 宋瓦一应后7月5号离世之后 他的追思会进行了一个业 这在信贷历史上也是寒净的 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后才进行出兵 这是当天葬礼的现场的花青 这个当天的葬礼由港澳台山地的 众多的歌迷都到香港去参加 这是歌迷在一路上为Coco Lee送行 Coco Lee的这个林车一路经过出了葬礼之后 送往这个香港的这个和宾馆火花 在当天的这个葬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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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husband的Bruce也出现 参加了葬礼同时送到他到这个火葬礼上 外媒包括CNN等众多的外媒都对这个Coco Lee的 Funeral上里进行了报道 这是最近的华人歌星来 在这近近十年来 全世界行进的一个报道的现场 黄康和观众版维视